在大陆从事法律工作25年的李毅指出 法轮功人士在中国被罗织罪名遭到长期迫害 原因是他们不放弃信仰 我在北京天安门曾亲眼看到很多法轮功学员 他们在广场上打坐 被武警直接单手提起 直接带走 拉到派出所处理 他们并没有影响任何人 他们只不过是表达 用他们的一种行为方式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抗议 抗议他们不能够自由的信仰 他们并没有危害任何其他人 民运人士秦晓琪表示 他所看到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人 但法轮功和平反迫害 却遭到中共的恐怖手段 企图让法轮功噤声 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人 去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但是就是这群人 一直在被中共很残忍的去打压 比如说在国家的一些敏感日 比如说七一十一 在这个期间就要被强行的约谈 然后有可能会被公安带走 原法律工作者李毅表示 在中共一言堂之下 法轮功学员根本得不到正常的律师辩护 也无法保证合法权益 李毅呼吁 希望早日结束中共的邪恶暴政 中国才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和公正司法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矢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